今天是幾好天的 現在就走到這個巴士站上車 其實我平時在那邊呢 那邊有一個巴士站 但如果我早了一點點 我就喜歡走到這一邊 因為可以坐在那裡 還有這個是總站 就是這個market place market place 就是那些 有shops 或者有超級市場 那邊 現在這個方向就是我剛才走到家那邊 而 這一邊呢 就是我平時去散步的湖 那邊來的 這裡已經開始春天都幾快 轉得很快 所以其實如果你站在樹下 有時候會有 那些一隻隻東西飛下來的 很快 最初冬天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那麼多的 但是一轉熱呢 是立刻出來的 等車的時候 就展示給大家看看 附近啦 這裡其實都拍得不太清楚 但是 那邊有一間麥當勞 接著 有些 中國的 小菜店 接著那邊是有 Pizza店 還有這裡 這裡有個 是不是Kim Sadashian 其實我自己就習慣坐 中口 因為坐太前呢 前面就多數是 那些 叫什麼 腦藥殘兵 或者是 對 或者是 那些 真的 大肚婆 或者推著BB車 那些人才坐前面 不知為什麼呢 我選擇哪邊 就曬哪邊 明明有時候 記得昨天是曬過那邊 然後我今天坐這邊 又會曬這邊 這個就是我附近的一個消防局 那 就算晚上還是什麼都好 如果我看到這個消防局 就可以準備按鐘 就是回家 那 因為現在的車沒什麼人呢 我就可以 一路拿著 一路這樣拍一路聊 一路說話 但是 如果一會兒有人上車 就不可以這樣拍了 其實今天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拍多些外面的風景給你們看 因為平時呢 我發現我鋪很多照片 但是其實很少拍到其他環境出來 很多時候呢 你在澳洲 駕車 特別我住這麼偏遠呢 外面就有很多這種風景 就根本是草 草 多數呢 外面有幾隻牛 幾隻羊 就像你在香港的上水 就是新界的地區 Anormal School Day in Canberra 其實我做的兩條片呢 是煮食 但是我 因為我講廣東話的嘛 所以我弄了一些字幕 或者怎樣都好 我都是用回廣東話 但是其實我會發給一個 或者其他同學 但是我真的沒有空 中英對照的字幕這樣弄出來 我不是什麼專業Youtuber 我只是 平常呢 剪片 拍片 都是用Samsung這部手機的 所以 就不是特別用什麼專業的 器材 啊 軟件的 所以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看到前面呢 這一棟建築物呢 就意味著 你已經到達了Volden這個區 所以 剛剛才說完啦 我要轉的那輛車 就現在在前面這裡 那所以我一會兒呢 就要跑來這裡上車啦 真是麻煩 好了 話那麼快呢 我已經回到學校附近了 其實一點都不快 一個多小時 那麼 已經到UC 那每天走入學校呢 都要走大概 五分鐘左右 那我也是喜歡 外面的天氣多過 這輛車上面的溫度 因為這輛車真的 有少許焗 我想說這裡的人真的很瘋 其實今天都算涼的嘛 但是他們是穿短袖 短衣 他們就無視了 我才能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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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